凯莉和玩具朋友们 两个小碗 托盘装在这里 最后还有 当当 Cake Pop Maker装在这里面啊 首先我们为了制作Cake Pop的话 先要需要做蛋糕的 看一下配方的卡片 这上面写着 在蛋糕粉里面放两勺水 做一下蛋糕 蛋糕面糊吧 在蛋糕粉里面 有白色的和棕色的这两种粉末 凯莉先做一下 白色蛋糕粉吧 两种我打算都要做 把粉末倒入到 粉红色的碗里 放入白色的蛋糕粉吧 然后呢 用勺子 舀两勺水 一勺 两勺 都放进去 均匀地来搅拌一下 来这样的话 我的面糊就搅拌好了 然后把主体机器 和托盘都拿过来 首先 打开上面的盖子 把面糊放在这里面吧 然后把模具插入到中间这个部分 这个时候需要把打通了小孔的部分 朝上面放 然后把玩具对准模具上的小孔 凯莉会慢慢地转动这上面的部分 我要开始凶地往下转了哟 很好 那么凯莉做的面糊会往下挤下来的 让面糊灌入到这个粉红色的球形模具里 拿来一个棍子 插入到模具的里面 放进去 放进去这个棍子以后 把它放到冰箱里 等过了15分钟以后 我再把它拿出来看看 叹叹 来 在冰箱里放了15分钟了 现在把泡泡从模具里面拿出来吧 打开 来 这个 稍后我们还需要用漂亮的闪状粉末 或者其他的食材来点缀一下 先把它们插在这里 插到固定的位置上 放在这里 现在白色的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我还需要做棕色的呢 重新在空碗里 放入棕色的粉末吧 现在凯莉要把这个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下15分钟 同时呢 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下 抹在Cake Pot上面的Icing吧 来 这个是白色的 把Icing放入这个空碗里 这里放棕色的 来 在白色粉末里 放入一大勺的白水 在棕色的粉末里 也放入一大勺的白水 再用后面的小勺 舀一小勺 然后把它们俩各自均匀地搅拌 搅匀了哟 那么这样一来 两个Icing都全部完成了呀 这次呢 登 仔细看玩具的话 下面有一个模具是吧 这个有星星 星形的样子 还有钻石形的花朵模样的模具 凯莉要在这里撒一撒准备物当中的这样的散状物 待会抹上Icing的话 再沾上这样的散状的粉末 现在我就开始准备了呀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准备好了 趁着棕色的婆婆还在冰箱里的时候 先把凯莉做好的白色的蛋糕棒棒糖 漂亮地点缀一下吧 首先 把它们两个白色 两个棕色 各做两个吧 先要把这个好好的均匀搅拌一下 再表面均匀地抹上去 噓 啊 被分成了三等份了 怎么办 直接抹上去吧 这样更方便 还是抹上去吧 就这样 这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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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上星星的模样 哦 星星星 真不错呀 来 这次呢 来 这次呢 哦 黏到我的脸上了 哦 黏到我的脸上了 我还要抹上两种颜色 巧克力的颜色和白色的 哦 小朋友们看看这个吧 这是什么呢 哇 真是的 哇 真是的 哇 真是的 待会儿 擦掉了再吃吧 一半一半的 好了 现在 巧克力色的行了吧 把棕色的拿过来哦 把盖子打开 哇 哦 什么掉下来了呢 这个也做得非常好看吧 有一个什么图案都没有印上的 也是挺好的 好 啊 手变干净了 白色的 总是往下流 没办法再做了 只能做 这个巧克力色的了 巧克力糖抹巧克力色 咚咚 这样一来 CAKE POP蛋糕棒棒糖就完成了 今天呢 凯莉拿着CAKE POPMAKER 制作了蛋糕棒棒糖 小朋友们觉得怎么样 有意思吗 你也来做一做哟 那么凯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 来和大家分享哦 再见